喂 哈囉 樓主長 認不認得我 環展一的成局 基本上是我們的集體成功 對 集體成功 無論是股市的橫行緊構 帶給別人的問號 包括我們兩個人所創造的角色 都給別人一種很 嘩 從來沒看過這樣 這樣說的警察故事 成龍的警察故事 我們看得多了 他們飛前走 他說不是 我拿他們去做個笑話 你援著笑話就算了 我不是有收幕 因為只有他在法國警察故事 那是警察故事 但是精彩 他都是做山製多 他都是做山製多 一來兩個多厲害 對不對 我相信我們這兩個 警務署副署長的形象 將會有很多很多年 留在看過的觀眾心中 是很難磨滅 所以我們更加高興 因為現在有韓戰二 去延續我們的 反而韓戰二的形象 警察的形象 再一次會打得更加進入 觀眾的心裏面 譬如嘉輝所演的副警務署長 但是這次他有 雖然他有 退休前休假 但在電影裏面 他會回到警隊 所以他在警隊裏面 他在那個位置上 大家會再看到他 去負責一些事情 而我是一個警隊的 警務署長 已經是警務署長 但是當我回到警隊的時間裏面 或者做了很多不明的壓力 究竟他是幫我 還是害我 所以韓戰二就會看到這個 我保證 他會得到公平的財權 你會不會算不到你作主 這次我覺得 嘉輝在裡面 又是另外一個態度 另外一個處境 他要將那個處境 又是在人物裡面 再發揮 是我沒見過的嘉輝 你說多兩次 我沒有見過 我很開心 你每次這樣說 我都很開心 我差兩千 左邊一邊 兩千元 兩千元 自己墮進來吧 我覺得都是 我在嘉輝身上學習 我覺得他是一個 真的學到好的演員 我覺得都是 這次韓戰二 所以 王最大的變化是 Windo 除了他的職位 已經不同了 他所受到的壓力 也不同了 因為上一次 其實是他自找麻煩 只要他不加入韓戰行動 沒事的 你便去吧 你便去吧 連韓戰一都沒有 有你 我明白 關你什麼事 有你 但這次不是 這次是所有事件的迫力 是麻頭指向他 所以他承受了壓力 包括他面對警隊 自己內部 外部 甚至他的家庭 他都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然後還要有一個真人發來 還要有一個真人發來 我下半世什麼事都不做 只是招呼你一個 因為他們的戰場 在立法會 不是法定 這個真人發來了 其實也是給他壓力 他要面對法局的時候 其實是 他不是警隊 但他是另一個部門 這個部門 也有很大的壓力 所以是 令到這個 在今次我的電影 所以他很慘 慘目到很大的影響 再搭前一步 立即當你開始 我本來 有幸運地上多舞台 去拿這個唱 嘉輝也有提名 我覺得 就算我今次 我自己拿不到唱 我也會替嘉輝開心 會替其他議員開心 可能我心態上是不同了 我覺得很多東西 不是你想去 你要就可能不得到 我覺得 都是用心去演到一部戲 就是我自己去演戲 這個初心 我想這個初心 沒有改變過就行了 我覺得到嘉輝這麼多年 你看到嘉輝一直都是提名 拿不到獎 不是你自己可以控制到的 但你還是繼續去提名 你還是繼續一樣 我近年有些改變 改變甚麼 我爭的 你爭的 其實壓力大了 壓力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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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在演出上 對他來說 嘉輝已經不同一個境界 他已經離開了 可能已經去到另一件事 他比自己更多壓力 可能會擠出更多 我的意思 其實不是要跟人家讚賞 我知道 我明白 而是希望 尤其是同台演戲 對 永遠都希望大家都很 有要求 我覺得互相 因為電影不是一個人做出來 對 我也很希望大家 例如我好 嘉輝好 我也希望第三個 法歌也很好 我也希望大家出來 這是一個 電影不是一個人的工作 是一個團體的工作 他只是我好他不好 我歌到電影根本不會好 不會好看